纵使疼痛在西枝板还蔓延 枪炫也保持了清明 是不是和滴水帘有关 她手接问了出来 小妖回过头 脸色几乎面如死灰 她太累了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此生最爱的两个男人 枪炫仍然保持了理智 没有提及相柳 可有解法 小妖张不开嘴 只慢慢地说 这滴水帘里加了能使人成瘾的东西 要么戒掉 要么定期服用 只是长期服用 就是亏空身体 早晚有一日 她声音越来越小 眼神涣散无光 身子支撑不住 瘫坐在地上 好 那我戒掉 枪炫强忍着疼痛 从地上爬起来 将小妖搂进怀里 不要把我成瘾之事 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于坤 那日于坤逼着她喝下药 若是她知道她成瘾 怕是要内疚死了 以她的性子 说不定要带着大军 满海底的找解药 如今西岩城的局势刚刚稳定下来 不能再出岔子了 小妖 为了你 不管多么苦 哥哥一定戒掉这瘾 她轻拍着她的肩膀 哄着她 我要戒掉瘾 然后铲平所有的敌人 统一大荒 以后永远不会有人在欺负你 她浮在她耳边 狠狠地说道 铲平所有敌人 铲平所有敌人 这句话在小妖的耳边不住地回想 终有一天 她会被哥哥和香柳撕成两半 只是不知道这一日究竟有多远 哥哥 哥哥 小妖用要暂时压下了枪炫的尸骨之痛 折腾了半宿 她沉沉睡去 她趴在枪炫枕边 一遍遍念到哥哥的名字 愧疚 无奈 纠结 所有不可说的痛苦 袭上心头 她隐瞒下哥哥的病况 只和外爷说是中毒以后的后遗症 缓一阵便好了 又吩咐于昆定要守好哥哥的房门 不让外人靠近 若是让别人知道哥哥的情况 刚刚压下去不久的乱局 怕是又要死灰复燃了 外爷逐渐老去 最近的正式几经全部交给了哥哥 若是哥哥倒下 大荒又要进入乱世了 生灵涂炭 遍地狼烟 在清水镇 她见惯了大荒的苦命之人 她无法想象 这世上的人在受这些苦 深夜 安顿好了哥哥 她离开了西岩王宫 她没有躲闪 没有藏匿 光明正大的从西岩王宫的正门出去 只说是给枪炫寻药 这样更不会惹人怀疑 于坤不敢多问 乖乖地守在枪炫门外 海边应该是夏天的季节 可是风却冷冷的 小妖站在海边 身后是高大巍峨的山 她却只觉得自己身无依靠 孤独飘零 似乎这海风在稍微用点力 便将她吹倒 吹走了 冷吗 不知何时 向柳站在了她身后 给她披上了一件外套 她回头 盯着她 眸色暗淡无光 看不出情绪 这才走了几天 便思念我了 向柳假装 没有看到她的面色 给她系上领口的飘带 自顾自说道 你杀了我吧 沉默了半天 她忽然说道 黯然神伤 眼角都没有抬一下 向柳晃若未闻 牵着她的手 画上灵力 便带她来到了海底 等小妖睁开眼 几经来到了她的贝壳哦 望幽阁 她给取的名字 盼着到了这儿 便没有了烦恼 没有了忧愁 只有快乐 舒服吗 什么 小妖被她眉头末尾的 一句话问猛了 你不是嫌弃床塌硬吗 我铺上了海草 她侧头看她 眼神带着点期待 像一个等待表扬的孩子 小妖从刚才的思绪中 回过神来 这才发觉 原本硬实的贝壳床 竟真的变得软软的 松松的 你何时换的 她惊讶地问道 那日你走了 我便折手做了 怕你来了 又不舒服 她向她解释 自己是如何装扮 这简陋的小屋的 就像一个在家等待的丈夫 迎接迟迟不归的妻子 她甚至能想象 她装扮着贝壳床时 满怀期待和爱意的神情 她是爱她的 很爱 很爱 你不喜欢吗 见她许久不说话 她语气忐忑 她却呼地吻上了她 小妖细碎地吻落在她的唇角 下巴 鼻尖 眼睛 腹儿又回到了她的唇上 她吻的动情 满心满眼全是她的样子 全身上下被她的气息淹没 向流嘴角上扬 捧起她柔嫩的脸颊 回吻她 手指抹扎着她的脖梗 锁骨 逐渐向下走去 隔着衣服附上去 轻柔地摩擦 从浅尝辙止 到越来越深入 她急切又贪婪地 汲取着她的芳香 似乎怎么都轻不够她 恨不得永远沉溺 在她的温柔香里 什么陈荣君 什么家国大义 苍生恩义 都抛之脑后 就在这么个小贝壳里 慌度此生罢了 待她的气息越来越重 马上要失控的时候 小妖呼地推开了她 她嘴角粉粉的 被她吻得都有些红肿 刚才一阵胡闹 发丝散乱 她从她的怀里 挣脱开来 向床榻后面退了两下 胳膊抱着小腿 苍白柔嫩的小脸 埋进膝盖里 香柳也不向前追她 在隔她不远的床边坐下 静静地看着她 滴水帘里 你家了旁的东西是不是 她很快 从刚才的缠绵中 回过境来 盯着她的眼睛 试图让她给她答案 对 她就这么承认了 我要控制她 即使控制不了 也能拖延一段时间 她的身体定会受损 她语气淡淡地 仿佛在陈述一件 和她毫不相关的事情 小妖看着她的脸色 狠狠地咬着下嘴唇 别咬破了 我会心疼 她靠近她 伸出手指 轻轻抚摸她的嘴唇 向柳 你杀了我吧 她又重复了 刚才在岸上的话 眼神决绝 我可舍不得 她摩擦着 刚刚被她侵袭的 红肿的嘴唇 仿佛没有听懂 她的话外之音 我知道 在你心中 红江的恩情 陈荣君的生死 都比我们的情意重要 她反握住她的手 将脸埋进 她宽厚的手掌中 我从不敢在你面前 提起哥哥 也从不敢问你和哥哥的战斗 进行到了何种地步 只是在西岩王宫里也不能寐 生怕你和哥哥有个闪失 她说着 眼泪又要落下来 总有一天 你和哥哥会受伤 会死 我承受不住这些痛苦 倒不如就这么了结了 她这么说着 心里却明白得很 若真到了决战的时候 香柳绝不是哥哥的对手 以哥哥的风格 香柳非死不可 她在大荒流浪几百年 以神族的长生之身 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人族的朋友 亲人 几百年无数次的生离死别 让她陷入了无尽的苦痛 这种苦痛 在一次次重复过后 变成了麻木 躲闪 守到她遇到了香柳 和哥哥重逢 她重新燃起了活着的勇气和激情 即使坐王鸡的日子并不开心 可是有哥哥 有她 她很想活下去 香柳看她伤心欲绝的样子 也不再逗她 端正身子 紧紧握住她的手 你会长命百岁的 不管我在哪里 你都必须活下去 为了我不值得 啪 她话音刚落 她便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你这没良心的妖怪 欺负了我上百年 就这一句不值得 便将我打发走了吗 你若是死了 我还活着做什么 她泪如雨下道 向柳也不哄她 只这么看着她哭 待她哭得精疲力尽 起身便要回去了 从头至尾 她没有提过 要香柳给哥哥解读 她知道她不会 她也没有资格再要求 不许跟着我 她没有回头 只对她冷冷地说道 她来回海底多次 几经练就了不错的水性 上次来时 向柳为她单独开辟了一条通往岸上的路 她走得更顺畅了 香柳望着她离开的背影 苦笑了一声 回去的路上 小妖不住地垂着自己的胸口 后悔刚才离开时 说了那么重的话 不许跟着我 纵使当年她当她是可恶的妖魔鬼怪时 也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 她一定很伤心 她为自己准备了柔软的床 她把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 她却只是下来和她吵了一架 下次再见到她时 她一定要亲亲她 抱抱她 告诉她 她不怨她 不怪她 可是 小妖不知道 下次见面 就是生离死别 不愿意 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